Yo 歡迎大家收看一個星期一次的一週潮催 現在是時候要跟大家回顧一下 上星期有哪十宗潮流時事 第一宗就關於META旗下的多個平台死機 在上星期死機的情況下 我當時是在工作 但我身邊的所有人都在呼天搶地 為什麼呢 因為它不只是死Facebook 它是死了Instagram和其他平台 當時維持了差不多兩小時 那時候很多人都問我的帳戶有什麼事 因為有些人的帳戶是被人登出了 可能他們會想死了我不是被人登出帳戶 但幸好這件事只是維持了兩個小時 如果它再維持的話 我相信有很多人都會受不了 因為坦白 現在大家都依賴了社交媒體 你只要不能按一會 可能就已經心癢癢了一隻手 就說不行 很想按東西 但其實大家都要開始檢討一下自己 是不是按得太多社交媒體 特別你們看得我們都是社交媒體 但沒有它們又不行 盡量都是按少一點 好了 來到第二宗 這個已故的傳奇設計師 老佛爺 位於巴黎的公寓 即將會進行拍賣 拍賣價是530萬歐元 大約是4508萬港幣 這幢公寓是位於 這個旭爾泰爾碼頭附近 簡直可以看到羅浮宮和塞納河 所以其實這個公寓 我覺得價值本身已經有了 更何況 還要在老佛爺之前在那裡住過 而且它居住的時間差不多10年了 亦有些網民說 不知道它在裡面會否看到老佛爺現身 我自己覺得應該就不會了 但裡面的設計其實是相當吸引的 即是一個比較有味道的地方 這個拍賣將會在3月26日正式進行拍賣 佔地是260平方 計算那4000多萬來計算 應該都比在香港買樓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或者有錢 或者有朋友有錢的話 可以介紹一下它們 看看會不會有人有興趣 然後再入手這個老佛爺的舊公寓 好了 來到第三宗 我相信大家都很留意波鞋 波鞋這件事 其實如果就這樣推出 你又未必會留意 但如果跟不同的藝人合作 大家對它的留意程度亦都會相當高 特別好像之前的Travis Scott G.Jagan 等等 現在最新有一個加入了Like的人 就是近年很多人聽說的 Rapper Central Sea 這個新的消息指就是 在年尾的時候 將會推出這個Sancho Sea 成Like的聯名鞋款 這次就會選用這個MS95 這個MS95將會用一些暗色調 我暫時未知鞋款會怎樣 但如果你是Sancho Sea的一些粉絲 或者是他的歌迷 你們就可以考慮一下等這雙鞋 因為他用了這個MS95 相信應該也有一群MS95的粉絲有興趣 現在暫時未有最新的消息 有興趣就記得繼續留意G.Magazine 來到第四單 這個Rapper Rich The Kid 他最近在Instagram上表示 自從跟Carni West 即是E及作推出新歌之後 很多巴黎世家的一個員工 都unfollow了他的Instagram 這個消息沒有說為什麼 但很多人都推測就是因為 Carni West之前跟巴黎世家 有很大的分身 所以很多可能說 可能公司不給 跟Carni West有關的東西都不可以 特別是員工這些都是做磨心 公司叫到難道你不unfollow 但暫時這個推測 都是網民跟我們的推測 不知道為什麼 但Rapper Rich The Kid 應該也不會太在意 他純粹說出來是讓大家知道 有件事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因為這樣 而unfollow一個藝人 來到第五單 Bafik App這個品牌 一直都有推出BabeStar的鞋款 但其實BabeStar這個鞋款 有很多人都會覺得 它很像Like的Air Force One 其實一直以來 都有很多人留意 究竟 為什麼不讓人過 其實就是在去年的時候 就已經開始說 Like要告這個Perfect App 今次的消息 就有進一步更新 就是聯邦法官 接納了Like的一些證供 證明了他們都認為 這個Perfect App的BabeStar 有抄到Like的Air Force One 但暫時未有判決 相信很快會有判決 很多人都說 因為它接納了這個證供的時候 某程度對Bafik App來說 都不是一件好事 因為勝算就去了Like那邊 暫時未知之後會怎樣 相信如果之後真的告成 BabeStar就不會再出現 可能就會用第二個身份 第二個形式去演繹BabeStar 都不出奇 如果大家還有興趣買這個BabeStar 現在很快點買定 因為之後可能有機會買不到 來到第六單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龍珠和IQ博士 我小時候 其實這兩套都是一個很經典的卡通 我小時候一定有看過 可能你們是00後 都未必有看過 我這些90後就有看過 最新消息是他們的作者 廖三明因病去世 中年68歲 其實很多人都有看龍珠 或者IQ博士 甚至其他的作品 所以有很多名人都表示不捨 甚至說 很感謝廖三明老師 為他們帶來了很好的童年 說真的一句 可能因為這段時間 他剛過世 就有很多不同的平台 開始做一些以前他做的作品 或者一些相關的廣告片 都放了出來 其實我都覺得 真的人大了 開始要接受一些 就是身邊有很多不同的人 慢慢會老 或者慢慢的離開 所以大家都要記得 珍惜眼前人 多些陪下家人 或者好好地珍惜 一些過去你喜歡的東西 就不要到沒有了才來珍惜 好了 來到第七單 專輯拳王Mike Tyson 即將就會和網紅拳王Jack Paul 就會對戰 這個消息出了之後 很多人都很驚訝 其實這個消息 就是由Netflix公開 Netflix就和MVP合作 搞這個拳賽 其實他們兩個人的相差年齡 都很誇張 一個是58歲 一個是27歲 大家想想 聽到年紀的差別 其實是一個W 如果你計算一下 不知道Mike Tyson 會不會輸給Jack Paul 而我自己覺得 這個比賽 就是為了引起一些話題 哪一邊贏也好 都一定是贏家 不知道大家想不想看 可能我昨天看到Instagram 也有些人投資 Mike Tyson 現在也有去到訓練 其實還是那些 老而離堅 但始終Jack Paul 年紀比較年輕 還有一定是閃避得快一點 不過說多無謂 如果大家真的想看 可以留意這個 7月20日 因為到時Netflix 都會有一直播 好了來到第八單 之前已經和大家說過 Easy 找了Gosha Watching Skin 去做他們的設計師 一直都沒有說 究竟什麼時候會推出它的系列 最新消息 Easy在官網上上 上架了由Gosha設計的幾款單品 包括衛衣 長褲 T 還有襪子等等 這個消息出了之後 有很多人會買 為什麼 因為它仍然是$20美金 就是$159港元 這個系列 我自己覺得 都是玩一些Cutting 多一點 然後上面會印了一些字 有些網民問我們 這是什麼字 其實它不是英文字 它是俄文字 俄文的Bread Dog 黑狗 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 我自己覺得 如果$20美金來算 其實都可以 不過在網上 也有很多網民 自己收到 Easy的一些新產品 可能$20美金 就覺得質素 或者Cutting 就不是很適合 很多外國人會覺得 Cutting不太適合他們 可能特別肥一點的人 就會發現衣服很短 我覺得如果大家 有心理準備之下 去買會好一點 特別是它運輸的時間比較久 因為它做貨都要做幾個星期 特別運輸運到香港 可能要兩三個星期 可能要等兩三個月才買到你想要的東西 如果有心理準備的 大家去Easy的官網考慮一下入手吧 來到第九單 兩位日本人氣明星 姦田張輝和這個小蟲賽內結婚一段時間 最新消息他們兩人公佈 他們就順利彈下了第一胎 但沒有說到這個小朋友究竟是男還是女 但這個消息出來之後 網民就表示很驚訝 因為他們覺得 為什麼他一直都沒有公佈過 或者是怎樣的 為什麼無故就生了 完全沒有任何東西可以看到 他們已經是右左 但也有很多網民都表示祝福他們 始終我覺得他們兩人都挺合襯的 還有小蟲賽內可能是很多人的一些女神 但女神也是終歸要結婚生兒子 今次這個消息出來之後 很多人都恭喜他們 他們也有表示 多謝一些支持者對他們的支持 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他們一家三口 真是恭喜了 不知道大家對於他們結婚生兒子 是不是已經覺得自己又老了 因為每一次看到別人有一個新的階段變化 你也會覺得 是不是自己慢了 還是別人太快 來到第十單 第十單就是關於Bad Bunny Bad Bunny在外國非常出名 他的知名度非常厲害 很多不同國家的人都會聽他的作品 近日他正式起訴粉絲 為什麼會起訴粉絲呢 因為有一個粉絲把他演唱會時的片段 就整個手放在Youtube上 然後Bad Bunny就找了Youtube要求他下架 然後Youtube真的下架 但那個粉絲竟然上訴 反對希望這條片可以繼續出來 然後Bad Bunny就覺得 這個粉絲利用了他的人氣和作品 吸引一些人去關注他 所以導致Bad Bunny就要生氣 直接去法庭上要起訴粉絲 並且還要求每一首作品要賠15萬美金 暫時未知是否真的會告到他 但我覺得Bad Bunny 其實開頭只不過是要求Youtube刪除 但最後粉絲覺得 我要上訴但始終作品是哪一個 那一定是Bad Bunny 但其實這件事我就會反思 就覺得其實在香港看演唱會時 也有很多人都會拿電話出來拍 甚至會放上Youtube上面 我覺得你說可能放下IG story也沒所謂 十多秒吧 但你說整個演唱會放上Youtube 那就真的不是太好 剛剛跟大家說完上星期的十單潮流時事 不知道大家有怎樣看上星期的十單潮流時事 有些甚麼就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還有記得訂閱、LIKE和SHARE我們G Magazine 如果還未追蹤我們instagram gmagazine.hk就記得追蹤 好了 下星期再見 拜拜 畢竇